大家好,今天我做了一款香酥萝卜肉饼 外皮焦香酥脆,鲜料滑嫩多汁 咬一口满嘴流香,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盐,搅拌均匀 加入180毫升清水,搅成絮状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团 揉成中度稍软的面团 移到硅胶垫上多揉一回,将面团揉匀揉透 像这样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整理成长条 分成等份的8个面积 在揉面垫的上方抹一层油防粘 取一个面积先揉圆 再搓成圆柱状 摆在刷油的位置 表面也刷一层油,锁住水分 薄薄一层即可,因为醒面过程中 面团是不会吸收油的 盖上保鲜膜,密封醒40分钟以上 接下来准备一根白萝卜擦成丝 加适量盐,刷拌均匀,腌出水分 再来准备350克的猪肉 萝卜和肉馅的比例是1比1 也就是350克的猪肉 加350克处理好的萝卜 最后加入葱花 使用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肉馅就调好了 同样把它分成八档饭 再用面粉和油调个油酥备用 形面时间到了,来看一下形好的面 按压不会回弹,还非常有延展性 先在揉面垫上抹一层薄油 取一个面剂,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上下左右擀开 提起一头把它撑长撑薄 另一头同样撑薄 其中一头稍微撑的宽一点 在宽的一头放上肉馅 像饰品中这样将面皮交叉 把肉馅包起来 然后捏住肉馅一边撑长一边卷起 换个方向,继续边撑边卷 尽量撑薄,越薄越好 卷到周边看不到肉馅就可以了 尾部留出20厘米,涂抹上油酥 再用切面刀划成细长条 尾部留出1厘米,不要划断 然后继续边撑边卷 最后把尾部撑到底部 用手按扁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后,一次用手按薄 裂米称预热,多刷一点油 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中小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中途给它转动一下,让它上色均匀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翻面以后,加一点清水,加速成熟 盖上盖子,焖至水分收干 待水分完全收干,待烙两分钟 把底部重新烙脆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香酥萝卜肉饼就制作完成了 皮薄馅大,里面满满的肉馅 看一下,外皮焦香酥脆 里面的萝卜肉馅滑嫩鲜美,一口爆汁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